有什麼建議是給想要去南籍 或是去北籍的朋友們呢 不要在那邊結婚 我真的真心覺得 你只有一件很好的衣服 總比你有十件可能要 中手的衣服少 你十件穿在一起都抵不上那一件 對 加拿大技能服飾品牌Canada Goose 25日在台開設首假期間限定店 向來熱愛旅行 戶外運動的女星Janet 七夕放著大小情人不顧 頂著38度高溫顯身秀與泳服 這不是真愛 什麼才叫真愛呢 我們真的是還蠻常去爬山 疫情之前 其實我們也還蠻常常去很冷的地方 我老公在美國拍戲的時候 其實在片場 其實真的蠻冷的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很多很多美國藝人 都真的很喜歡穿Canada Goose 每一個人都穿 然後就覺得哇好看喔 然後又很保暖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我們應該會計畫去的是 我是真的很想要去北極 因為我們都去過南極了 所以我覺得北極也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然後我的小孩也夠大了 他很愛玩雪 所以我覺得要帶他去玩玩雪 去南極之後我們才發現 其實一個非常的好的外套 真的太重要 因為我們有五十個人去嘛 然後有一些人 就可能是沒有考慮那麼多 然後他們就買了外套 就是比較普通一點點 他可能覺得這個很時尚 但是哇一下雨 整個撕掉的話 你真的會很難受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受 所以對於Janet來說 極力旅行的穿搭Petboard 第一手中機能性 再來還要考慮時尚度 前剛開始的時候 那種羽絨衣就是 你會像一個那個 米其林 米其林 就是什麼 小孩穿就很可愛 就覺得喔好可愛 但是大人穿就覺得喔 好像胖胖的嘛 現在羽絨衣已經做到 可以讓你穿起來又保暖 又真的是很時尚 你會穿起來就覺得 哇 這真的是在拍雜誌的 所以今天有什麼 特別的落節計畫嗎 沒有 其實我們真的是 非常不浪漫的人 所以我們沒有太多的計畫 今天其實也有提到那個 PBI就是Polar Bear International 那個活動 我覺得很棒 我現在可能真的是 會考慮就是再買一件 給我老公 我覺得那個顏色超好看的 那個藍色真的很亮 我們最近比較沒有太多機會 但是我相信很快 我們就可以再出國 然後可以再玩 時尚動新聞報導